由于疫情持续严峻 台防疫指挥中心宣布 将三级警戒延长到6月28号 同时也对民众外出购物 以及外籍劳工的活动加强管控 希望能够控制疫情进一步发展 详细情况来看总台央视记者陈轩石 从台北发回的最新报道 疫情中心昨天宣布 延长三级防疫警戒到6月底之后 也同步要求全台的超商超市和百货公司 以及各大卖场要进一步加强人流管控 并且采取多项的措施来防堵苗栗 电子厂员工尤其是外劳的疫情进一步扩大 目前三家电子厂员工确诊 已经超过260人 而对于死亡率持续的攀升 已经达到2.6% 高出全球的平均水平 疫情中心透露有三大的特征 第一是高龄 60岁以上的老人占了9成以上 第二是猝死 有些病患从发病到死亡 也就两三天的时间 第三就是老人的死亡 在养老院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当局是担心有特殊的情况 正在研究原因 而另外今天全台各大媒体 普遍关注到当局规划下个月推出的 台湾自主研发的疫苗 预料近日就可以完成完整的 二期临床试验解盲 不过有辞职的疫苗审查委员公开质疑 台湾自主研发的疫苗所采用的技术 目前全球还没有一家 获得国际或者是世卫组织的核准 他认为台湾的疫苗不可能在7月 就获得世卫组织的紧急使用授权 但是他担心台湾的疫苗审查部门 会受到政治的压力 失去专业性和独立性 所以提出辞职 而当局则回应尊重他的说法 但是也感到不解和遗憾 受到事件的影响 这款疫苗的公司股价 已经是连续6天跌停 蒸发数百亿新台币的市值 而后续台湾自主研发的疫苗 其安全性和可靠性 将会持续受到外界的高度关注 以上台北的最新报道